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花16块钱买了两块草鱼 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红烧鱼块 首先我们找一个勺子把鱼鳞刮干净 接下来再用剪刀把鱼鳍剪掉 鱼鳍上面容易藏流细菌 而且也没有肉 洗干净之后再将鱼块改刀 切成两到三厘米框的小段 全部切好之后 把它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再准备两根小葱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到小碗中 加入少许的料酒 再倒入一些温水 我们下手给它抓一抓 把里面的葱姜汁挤出来 然后将葱姜水倒进鱼块中 然后下手给它抓匀 要想做出来的鱼块鲜嫩不腥 用葱姜水来腌制一下 既可以去腥又可以增香 装匀之后 腌制十分钟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大蒜 先切成片 然后再剁成蒜末 剁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剩下的一小块生姜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和蒜末放在一起备用 准备一些小米椒 把它切成圈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点小葱和香菜 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在碗中打入两个正经的母鸡蛋 接下来把鸡蛋打散 搅拌至用筷子调不起来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鱼也音质的差不多了 我们将里面的葱姜调出来 将鱼块换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把鸡蛋液倒进鱼里面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再下手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每一片鱼块上都能张上一层 鸡蛋面糊 抓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的食饮 再撒上一些胡椒粉 一丢丢白糖提鲜 少许的鸡精 再加入一勺辣椒油 小半碗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调料化开 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着之后 把鱼块一块一块一块地下入锅中 全部下锅之后 先不要着急翻动 可以旋转一下锅 让它受热均匀 煎至一面金黄之后 再给它翻过来煎另一面 把两面都煎至金黄 最后煎成像视频中这样 就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煎好的鱼块夹出来 放在盘中备用 另起锅 加少许的食用油 油着之后 把姜蒜辣椒倒下去炒香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翻炒均匀 炒出酱香味 炒出里面的红油 全部炒香之后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煎好的鱼块也倒下去 然后用铲子轻轻地翻动 让鱼块都浸到汤汁里 然后盖上锅盖 开大火焖三到五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 哇 一股香气扑面而来 最后再把切好的葱和香菜 撒上去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 家乡红烧鱼块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红烧鱼块 不腥不柴 香腊开胃 既好下酒又好下饭 我家每次做一大盘都不够吃 如果您也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